去抓台银外汇资料 外汇我主要是从台银的官网上面 去看到相关的资料 这个资料的话 其实你打一下相关的外汇 就是比如说你外汇查询 或者是台银外汇 它都会连到这个网页 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会有最新的外汇的讯息 最近的话 其实比较值得关注的是这个 就是英镑部分 最高大概五十几 现在只有四十几 相差那个贬值程度 最高最低 差了快16%吧 OK 所以这个也可以 如果最近有去想要去英国 我在想 因为我最近很想要买一些 因为我觉得其实好像可以 因为英国再怎么样差 它的汇率 不太可能再低吧 再低的话 可能性应该很小了 我是在猜了 OK 不过这还有风险 因为我之前刚好在日币最低的时候 大概0.26%的时候 我是用那个极其的 我有开一个外汇户头 买了大概0.26%吧 最近把它卖掉了 其实赚的幅度还蛮大的 相差大概可以到15%吧 我再大概相差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那你也值得去关注 因为我有时候随时也会稍微看一下 历史的行情最高跟最低 那像这个资料 如果说我们之前有做个练习 就是说把这个网页上的资料 但如果你要查询某个外汇资料 我讲按右键你可以用检查 它会告诉你说这个画面里面的它的那个HT HTML的程式大概是哪一个区段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找头找尾 抓中间的东西 那可以用那个切字串的相关函数 前面有讲过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把云端上面的东西抓下来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用我们前面讲的 把云端上面的东西抓下来 那里面可能比较需要注意的是无资料部分 也就是说云端上面如果是一个这个minus符号 减的符号的话 那我就把它转成无资料 那其实就抓这个部分的资料 把它抓到那个Java 我想应该各位都有印象 那主要程式部分的话 我们在Java里面如何把它再转移到 我们的那个就是Android里面 Android Studio里面 那里大概会需要注意几件事 第一个可能我们需要的栏位数有几个 那前面讲过 如果说你栏位数 假如我一般习惯是A B C D E啦 或者说你可以A 像我这边改了一下 这个是A栏 那其他如果说买进卖出 我为了辨识方便的话 那我就是取了名称给他 那分别放总共建的总共有五个Arelix 因为我需要五个栏位 一二三四五个栏位 所以我在上面的话分别建立了五个栏位 这五栏位的话呢 New一个Arelix 就是Arelix的好处就是说我可以分别 找到之后Add进去 Add进去 反正一直往下去增加 它不会需要说你要先知道说到底它的长度是多少 不需要像正列啦 不过像这边是已经知道大概总比数多少了 不过有的时候正列的弹性 有时候没有Arelix来的高 所以我这边的话就宣告了总共有五个 A的话指的就是我上面的币别 然后呢底下就是Buy 有Cash现金的跟Sale 有买进卖出 有Cash就现金 然后呢这个是集期 Current Ramp 这个买进卖出 那当然你们如果要换外币比较划算的话 基本上像我之前换这样 先用集期的买 再把它现金领出来 中间会有价差 你不知道有没有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你跟外汇的话 如果你是用那个集期的话 假如说你是买的话 大家发现它是31.47 可是你如果用这个买的话 跟这样应该是卖 应该是他卖出给我了 如果是用现金的话 跟用卖这个有没有集期的 中间会有价差 所以之前我出国的时候就是 先用集期的买 然后像现在可能有一家 像玉山有那个 直接用ATM就可以把它提出来 那提出来的话 它顶多是需要一个手续费 但手续费没有很高 一比较之下还是比较划算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资料可以放哪里 总共有五个栏位 第二个的话从网路上抓 所以基本上给它一个网址 就后面有五个动作前面讲过 最后抓下来就是UIL 那UIL其实抓下来 其实就是一串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原来网页里面的按右键 这边有个检视原始码 就是这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要全部 我们要的是它部分的资料 就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用检查的方法 找到你要的关键的地方 然后分别去切 所以底下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去切 FYLE 然后去切什么 切我们需要的部分 最后切出来之后怎么样 放在那个arraylist里面 那arraylist里面呢 基本上我们全部串完之后 再把它显示到 我们的那个画面上 当然这个地方 比较简单一点是说 比较不用去管那个界面的部分 那待会也许各位可以试试看 请各位做一个 就是说呢 把资料抓起来没错 但是要显示的话 请你把它放在 也许放哪里啊 我之前是做了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放在spinner里面 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点击它 弹出来 这个spinner spinner里面呢 看你要选的是哪一个 比如日币 那你就选日币之后 按汇率 弹出来 汇率出来了 OK 这个时候呢 就是把你 从网路上抓下来 那个日币的汇率显示出来 这是第一个方法 因为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我想 用spinner加一个button 不过后来我发现 好像这样有点 多余耶 为什么 因为你干脆 不就是在底下 干脆只要 用一个list view 然后点击其中一笔 跳出一个lander 就好了 何必还要再一个spinner 再加上个汇率 所以也许你等一下可以 反正两个版本 都可以试试看 OK 那前面下载资料 我想都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最重要的是 你要怎么样 把下载的资料 放到我们 就是说 UI里面 OK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反正一个 不就是用spinner 不就是用list view 不过我是觉得 好像用那个list view 会稍微 比较 单纯一些 因为只要画面上 只要一个list view 就可以了 再不然你可以试 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说 要不上面一个spinner 下面一个list view 当我点选其中一个匹别 下方自动显示 下方应该如果是spinner 下方干脆就显示 一个test view 好像就可以了 反正这个怎么样去布局 各位可以再想想看 那也许等一下我们 比较简单的方法 不就是放个list view算了 点击它 把刚刚的这些东西 显示在那个n-dialog 其实会是最简单 而且又简单 而且又明了 那当然 如果你像画面上布局越单纯 当然越不太可能会有bug的问题 OK 试试看好了 把之前的看一下 大概就可以马上恢复记忆大概百分之七八十 应该有了吧 那你如果需要某一段程式 可以直接把它复制拿来用 就是参考 OK那你说像这种方式 有时候之前用github github有个缺点 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呈现方式 比如说我想要打一点东西上去 但它也许可以有个地方 可是没有办法像这么轻 我自己是觉得比较这样的方式 我比较习惯 而且图文并茂嘛 那将来的话 我可能也会 因为你们这个课程结束之后 我可能会花一点时间 再把我的部落格里面 再增加这些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很快就可以把它放在部落格上面 只是说前面开头 我一直在做一些叙述 到底这些程式嘛 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网路上就是很多人 其实他们也很需要这些东西啦 那也许在最后呢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看 最后其实还是看影片啦 所以我每次都会最后再把影片 不过可能他们看到不是完整的 可能是那个某部分的成 某部分的那个就是上课的东西啦 当然也这部分 其实做这些事情我觉得 当然帮助的不是你们只有坐在底下的同学 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人 OK 甚至很多小学生呢 像刚刚同学好像就带小朋友来说 他也是我的网路学生 OK 这还蛮有意思的 其实你说那小朋友会听不懂吗 其实他们也都听得懂 做不做得出来 其实他们反而做得还比你更快 做一个APP两三下就OK了 那里面的话大概有哪些流程 不外乎就是这些啦 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去下 就是说呢 了解这个格式 然后呢怎么样把HTML下载到Java 那我们把Java改成Android 其实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这些东西 那我等一下会把那个这个流程加进到那个我们的Android 对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刚刚的流程转到Android里面看到的结果类似像这样子 也就是我们我刚刚讲的也许就是说呢这边上面有一个Test View 那这个Test View下方的话呢有一个List View 那List View里面呢就把我们所有的相关的那个网路上面的那个台银的官网上面的东西那我就觉得用List View好像这样会比较清楚一些些 有没有它这样子看你要哪一个点击其中一个比如说你今天想要了解像新加坡币好了点下去会议率就显示出来这样感觉会更比那个Spin好像来的更简洁二要而且很清楚字也大大的 其实字大大的好像还蛮重要的因为很多App字小小的看起来其实真不舒服可能没有年纪的时候看有点年纪的同学看应该会更有感觉 所以字尽量大一点点所以我把它设为30SP那第一个就是说我这个样板这个部分的样板其实是我们之前做过那个我是从那个List View那个底线CSV那个把它拿来改的 那到底大体上改了哪些地方呢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我大概就是花了一点点时间我们也是一样MVC里面去看一下那首先的话呢M的话部分 那你可以先把那个这个做成一个什么呢一个那个String Array这String Array里面的话就是我们的匹别 不过这是第一种做法啦第一种做法就是说我们可以预先把匹别先写在这里 如果说这些匹别都不会改变的话那大概就写在这里OK啦可是如果说呢第二种方法我后来有把它改了一下 因为我发现那不如干脆怎么样直接就抓的时候顺便就把它直接抓下来就好了所以我在宣告的时候呢顺便再宣告一个A 这个A的话呢指的就是什么呢这个A指的就是这个List View这个指的就是什么指的就是我的A指的就是我那个A缆的东西 A缆的东西那也许你可以两种方法一个是放在String里面那如果放在String里面记得就是要配合那个我们的画面上面有一个Entries这边 Entries里面的话你就要Add Array斜线然后就找到什么找到一个MoneyOK 不过这个方法它的必要性就是说你那个资料A缆的资料是几乎不会变动的那你用这个方法比较OK 可是如果说会有变动的可能性的话尽可能的还是你自己去网路上抓 然后呢再塞到List View里面所以后来我想一想干脆就不要用第一种方法吧 也许这个这个是给各位参考也许这边可以不用放那我就直接这边也不用放OK 那我是什么时候抓呢所以第二个是我的M资料也许可以不用放我自己去网路上抓 第二个是我的VV的部分的话上面就是打一个Test View是一个这边的话就是国际外汇行情 那当然如果将来你要做成多过于西的版本当然就是不要自己打上去记得打在String里面 然后底下的话也许没有做太多的变化这个是沿用之前我们有做过的就是说呢 这边会多一个Layout那利用这个Layout的话去帮我去修改里面的字的大小 所以将来这个是一个样板吧应该还记得吧 这个样板里面的主要是多做一个动作就是说里面的字的大小 所以有一个Test Size跟Test Color我有做一个变化 Test Color的话我把它改成蓝色的字 Test Size呢我把它改成30号字 那利用这个Layout去帮我怎么样去画出这个List View里面的东西 这个部分的话是V比较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将来那个Adapter里面就会引用它去帮我画出那个每个List View里面的东西 OK大概是这样 所以View的部分的话会有一个这个Layout 那再来的话程式的转移 那我这个程式转移大体上就分成宣告 所以宣告我跟我们原来的那个Eclipse里面 我是把它写在同一行 那不过呢 为了顾虑到就是说存取资料方便 那我第一个呢我这个地方我把它拆开来 上面先宣告 然后呢后面呢再去New它 所以特别之后我是把它分两个地方放上面是宣告 所以宣告什么宣告那个List A 然后这个买这个是用Catch现金的 这个是买进卖出 那这个是集齐的买进卖出 那当然呢这个地方我是用Static的 也就是说呢这个变数我将来会放在Global区 那Global区的好处就是 反正我放那边你放跟抓都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反正大家都可以存取 但是缺点是什么缺点是安全性太低 就是大家都可以存取嘛 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OK 那Static是方便 那你也可以改成不要是Static 不要是Static的话就是变成物件里面 这个物就是说这个类别里面实体化之后 可以在这里面去做存取 OK好Static 那当然你这边可以再看一下状况 我是觉得我这边直接写成Static 先跟各位讲一下 然后底下的话呢 分别 这个好像后来没用到 把它mark掉 然后呢会在这边宣告一个也是Static 就是放在Global 大家都可以存取的地方 然后一个String 这个UILData 这个指的就是说呢 把那个网站里面的所有的HTML的东西 先放在这里 里面就是原始码就对了 就是包含HTML 我不要的跟要的全部都混在一起 那透过它再把它怎么样 透过一个paster 那底下的话uncreate的时候做什么 特别之后这边我会多做这个事情 那因为我前面讲过了 比如说网路上存取会需要 起一个多执行序 一个新的执行序 那但是呢 因为我们要写一个执行序 对各位来说 其实又是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呢 我就在这边用个StreetMode 这个StreetMode的话 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会自动帮你分配执行序 免除掉你要去分配执行序的这种麻烦 OKStreetMode OK 那所以把它加在哪里 加在这里 那你们可以去看一下StreetMode 这里面的相关说明 那这个地方因为牵涉到网路 它这边还有什么 有关那个磁碟的读写 有没有 或者Network等等的相关的东西 都需要起执行序 那我这边的话呢 就用它 帮助我可以连上网路的时候 自动帮我产生一个新的执行序 OK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一样去连结 所以连结只有 画面上呢 只有一个会用到 就是ListView 那再来呢 去New 所以你会发现我上面先宣告 下面再去New它 OK 那不过写法当然 你说放哪里比较 那特别注意 你说老师那为什么 你不就在上面New就好了 其实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如果你在上面New它 这个画面还没Create出来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有的时候 为什么要分两边 通常是因为你画面还没产生 你觉得New 容易出现问题 Nation 你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这部分 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避免这个错误发生 OK 放在这边 那 再来的话就是给一个网址 然后去做底下的事情 这个事情我想我们做 就是 总共是1到5 OK 总共这几件事情 然后把整个网页的东西 全部抓下来 这个抓下来的东西 就是网路上的原石码 这个这一行好像多的 把它mark掉 OK 那再来的话就做切割 切割我想前面也讲过了 主要是什么 把里面的相关的东西切切切切切切 里面跑回圈 分别去找什么 找一些关键的字眼 然后找到辟别 找到现金买入 等等的这些东西 我想这个前面都有叙述过 所以 如果你这部分可能比较生疏的话 请各位回头看影片好了 不然再讲一遍有点重复讲 OK 好 那最后就切割 切割之后放哪里 你会发现 每一个都会有个什么 一个 这个A的话有个add 反正add add什么东西 add一个temp temp就是切割 头跟尾 反正透过index of 跟substring 就切头切尾 中间的部分尾要 好 放在哪里 放在里面 所以你会把美金切出来的放进去 再来下一个匹别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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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往下走 切切切切 等于是全部呢 有点像是 这个好像什么 一个一个 一个机器吧 反正就是一直帮你筛选 切切切 有的就切 切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呢 就把结果 我们就显示出来 然后呢 最后记得就是说呢 parser完之后 那我已经切出那个 里面有一个a 所以将来要 建一个adapter的时候 那我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array adapter array adapter呢 建一个这个strim adapter 因为我放在a里面 就是匹别的东西 里面包含就是什么 美金啊 日元 欧元等等等等等等 全部 那里面的话分别就是list 底下 就是这个是c 这个是v 这是m 那就是 把这些相关的讯息告诉他 这个a哦 ok 就是刚刚的b 就把它放进来了 然后再把它做个格式 所以呢 各位看到的结果 就会长这个样子 有没有 它里面的话 基本上 就是 谁去画this 就是 现在这个activity 他帮你画什么东西 一个 那里面呢 用这个layout去布局 放什么资料呢 放我们array list 里面的资料嘛 一个一个放进去 ok 放进去之后的话呢 adapter setadapter 实际上就丢给这个list view 去显示 好 那再来就是说 当我点击之后 它要跳出这个东西来 那什么时间要去做 就是当怎么 当这个list view 被什么 被onitem clicker 有没有 做这件事 那相对的 你必须要在上面 做一个listen的动作 那这个listen的部分的话 前面讲过了 应该不陌生吧 那只是说你要把这个listen dialog做出来 那请各位注意啦 未来 当然也不是只有复制贴上哦 记得要把它 如果你可以看到结果啦 不表示说你会哦 请你把这个程式删掉 自己再做过一遍 因为这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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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 当然因为我们时间不够 不然的话我一定会要求各位 来一场测试 就是做完的东西 也许我们可以抽嘛 十抽一啊 来考试 那当然哦 现场考就知道 大家会不会啦 不过 这些基本功啊 都要 会啦 当然不是要你完全 把它一字不漏的背下来 可是至少你要知道怎么做 比如说这个listen dialog 怎么做出来的 基本上哦 就是在当它setonclick的时候呢 我们底下这部分哦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里面要放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哦 其实你可以比对嘛 这样子就很清楚了 所以其实应该这边要照个像 照个像 对 以后如果是你看到右边 你可以把左边写出来 那你应该就OK了 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拼拼瘦瘦 其实这个app 就有点像拼图一样啊 有没有 你拼对了 一个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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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拼出来之后 这个app就出来了嘛 那所以你未来 只要想到某个功能 那你就要知道 该怎么做 一个一个拼凑出来 所以刚刚我们主要就是 从网络上抓起来那一段 再来就配合listen dialog 其实就是你要的东西了嘛 那你要做很复杂吗 其实倒不用嘛 没有人要你做呢 有些东西哦 除非是给儿童用的 你需要很鲜艳 给大人用 你干嘛弄得那么 好像 就好像感觉有点 太过颜色鲜艳 也不是件好事哦 可会感觉太过浓妆厌 有没有 尤其要看场合啦 像这种东西啊 大部分就是只要简单的东西就好了 那比如说呢 我今天要希望跳出汇率 那这个时候的话 里面要放什么东西呢 也许哦 我们就是 这个是什么 set title 有没有发现 所以哦 还记得吧 new一个align dialog.builder 把我们现在的这个实体放进去 ok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set title 就是它 set message 就是它 那message比较麻烦 为什么 因为现金汇率冒号 这边要加一个什么 换行 所以换行加一下 然后串接什么 串接买入等于 把这个值抓出来 卖出把后面这个值抓出来 有没有 再换行两次 再串一个字串 这个再加 抓我们要的 这个再抓我们要的 而且不能抓错哦 你要不能随便抓 随便丢一个东西给它 所以呢 你必须要知道哪些讯息呢 那第一个哦 我们这个地方现金汇率 有没有 诶 这个后面加一个换行 然后呢 再买入 特别注意哦 这个是现金的买入 所以我们有一个 名称就是by 底线cash 那后面加一个方法叫get 那你想说get get它抓哪一个 因为呢 这个顺序 012345678 我讲过 就是配合什么呢 配合这个arg2 通常是arg2 或者是你看一下 里面的如果是 它的那个 资料形态是int的话 那就大概就是那个 我这边是arg2 也许你其他名称的话 或者有些可能是I 反正你就是 这个名称也可以改 甚至你可以改成position 名称这个部分 那两边是对应的 所以这个过来 第几个 第几个 OK 那这边一样 那分别把那个 Alelis名称放进来 然后最后的话呢 加上一个按钮 确定嘛 所以这个是set button 然后等一下 最后把它秀出来 这部分就完成 所以这一段哦 就是这个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 汇率的下载 所以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实际上 就是从什么 从网页上面 这个东西 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手机上面的一个流程 那其实 如果你这个东西汇的话 未来 其实任何公司的网站里面 其实只要能够放在网页上面的东西 你都可以把它转换 所以台银或许里面的工程师 他们里面的MIS人员 或者IT人员看了之后 对哦 那我们以后是不是改一个 旁边加一个QR Code 然后就把吴老师上课东西拿来用 对不对 他马上就可以有个APP了 那马上可以让人家 那资料来源从哪边呢 就是从他的网站上嘛 所以他网站上不需要做任何修正 以后网站上有更改 那你的手机上面 资料来源 当然也跟着修改了 所以未来其实每家公司 如果他本来就有网 应该都有网站 可是呢 不见得有APP 那其实 我建议最简单的方法 你要找一些工程师 就帮你写这个 对应的 把网页上的资料get回来 放进来就好了 这样子 马上每一家公司都有APP Solution在这里 OK 会很困难吗 其实也没什么东西 有没有 其实就是从什么 从那个Java 一直到Android OK 所以这部分 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刚刚基本上 里面的东西 都是从前面的去做修改 那这个专案是 本来是ListServeView底线CSV 我只是把它改成 就是把那个ListServeView 底线CSV改成底线UI 就是从那个网站上面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基本上 这个版型 可以是 也许你再来 或许我在想说 是不是可以 比如说网路上抓资料 你也可以建几个版 比如分别就是说 抓CSV的 然后抓XML的 抓Jason的 抓网页的 每一个都自己先做一个样板 然后你如果需要的时候 怎么样 把这个样板拿来做修改 好像有时候会速度快很多 而且不太需要做太多事情 网路上面的东西就下来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试试看 部分钟 내용 就是这样